片语运用27是要来介绍一下至少、至多的片语的写法 我们先看常常用到的这些 至少英文用at least 这个用的最多 至多是at most 最好是at best 最糟是at worst 所以worst,best,most,list都是最高级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下面这个范例 第一个是judging from judging from它是固定的写法 就是由什么来判断 就是作文用的 从什么来判断 judging from her shining countenance contenance就是龙帽 shining是好像照耀的 很亮丽的 闪闪发光的 我们叫shining 因为阳光照耀 the sun shine 那shining就是阳光照射 也很光亮的 我们可以从它的那个光亮的脸庞来判断 这judging from它是固定写法 这个是作文常常会用到 judging from什么什么什么 逗点 然后把句子写到后面去 i guess i guess 我猜 she is at most in her thirties 顶多 at most 顶多就是 in her thirties thirties是三十 它加了s 就是从三十岁到三十九岁 in her thirties 我们中文就翻成三十多岁 就是这个意思 年轻嘛 这个脸庞很亮丽 这样子 这个充满了活力 应该只有顶多就是三十几岁的 一个女孩子 来我们再补充说明一下 在英文的表达里面 某人几岁几岁 有一些是很常用的 像第一个 in one's childhood 比如说in my childhood 就是指在我童年的时候 这个期间 如果是说in my teens 有teen的这个字 是从多少到多少 从十三 十二是twelve 他没有team 13就有了 13 意思到几岁 19岁 nineteen 所以in my teens 就是在我13岁到19岁之间 这个期间 这个期间的意思 所以team就加s 他代表13到19岁之间 那如果讲说in my twenties 就是从20岁到29岁到29岁 表示十年的期间 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 但如果要讲明白一点 但如果要讲明白一点 讲清楚一点 我们就会加这些字 好 我们不管 先看这个 我二十几岁 我三十几岁的时候 那用in my twenties 好 我们来看 如果要讲得很清楚 大概in my early twenties early就是二十几岁 他有十年嘛 在早期的二十几岁 那就大概是 二十岁 二十一岁 二十二岁 二十三岁 这个期间 用middle 大概就是在 二十四岁 二十五岁 二十六岁 这个期间 累的是晚期 比较晚的 二十岁 那就大概 二七 二八 二九 这个期间 这样 是不是了解了 只要加一些early middle late 你就知道 他的年龄 是在讲 这个什么时候 好 这是额外 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现在我们把这个中文 写出来吧 根据电视新闻报导 如果电视新闻报导 是很多的报导 你就用复数 如果是根据这一个 那就用的 定观词 如果只有说 随便的一个 那就用 二 好 我们这个交通事故 如果很严重 那应该是很多报导 都会有很多的报导 我们用复数好了 According to 根据什么 好 根据 这个 新闻的报导 英文就是 电视 According to TV News Reports OK 电视的新闻报导 报导加S 就表示很多的 电视新闻报导 都有 最后面 后面的 至少有五个人 是主持 那就 at least five people 主持出来了 动词 在这一起 交通事故中 上升 好 那 上升 我们可以用 War Killed 被杀害了 文雅一点 这个 War Killed Killed 当然新闻报导 常常就 被杀死了 怎样 这个 尤其是战争的时候 Killed 很常用 所以我们可以写War Killed 不过 文雅一点 可以用这样子 Mate Deal Death Mate Deal Death 是什么 遇到了他们的死亡 就是遭遇死亡的意思 Mate 过去是就Mate Mate Deal Death 就遭遇死亡 在哪里遭遇死亡啊 所以 你也可以用 这个 同学做一个参考 也可以用 War Killed 遭遇 好 罹难 War Killed 还有一个写法 也不错 是什么 被剥夺了 他们的神秘 这个写法也是很高档的 然后就顺便写到后面 给同学做一个参考 War Deprived Off Deal Lives 我 对了